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这个月的6号在澳大利亚的黑德兰港拍的 画面左边这位穿着白色T恤衫的男士 是一名中国船员姓洪 右边的这位是中国驻珀斯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 这张合影可谓来之不易 我来给你讲讲这张合影背后的故事 11月30号中国驻珀斯总领馆接到了紧急消息 11月27号一艘从中国烟台港开往马来西亚的货轮 在途经南中国海域时遭遇大风浪 沉没了 船上的19名船员全部落水 8人获救 11人失踪 其中有一名中国籍船员乘坐救生法 在海上漂流了一天一夜之后 被一艘路过的新加坡商船救起 这艘商船目前正是向澳大利亚的黑德兰港 预计6天之后就可以到达 而这位幸存的中国船员就是洪先生 接到消息之后总领馆立即联系了澳大利亚边防局 就获取了他的计时的影像 然后传过来 我们给他做好了旅行证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带着这个旅行证飞过去 12月6号 总领馆的工作人员终于在黑德兰港接到了洪先生 于是才有了刚才您看到的那张珍贵的合影 总领馆的工作人员不仅为洪先生做了心理疏导工作 安顿好了他的时速 还为他买了回中国的机票 第二天总领事和副总领事还前来探望和慰问他 目前洪先生已经回到了中国 他说经历过这些天的生死考验之后 他由衷的感谢中国驻珀斯总领馆的工作人员 祖国永远是他最强大的后盾 视线转向阿联酋 这是一张今年春天在马斯达尔科技学院拍摄的合影 你注意看照片的上方的红字写的是什么 传热学是疯狂的 但是只有疯狂的人才能改变世界 路缓处有两个英文字母叫做TJ 这个TJ就是画面中间的这位华人张铁军的名字的缩写 张铁军今年36岁来自江苏 是马斯达尔科技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他教授的这门高等传热学 北宫认识学校里最难的一门课 虽然难度不小 但是还是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 如今张铁军已经带出了25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 他们来自四大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你看这是当地的一个太阳能发电厂 张老师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做过工程师 最近张铁军正在主持一个新型太阳能发电的研究项目 他不需要像光复这样白天有电晚上没有电 但太阳能热发电你就24小时7天 就一年365天连续发电 所以这样的话给电网就提供一个稳定的一个电力输出 那一个江苏的小伙 为什么会来到这么一个一半是沙漠一半是海水的国度呢 原来2012年张铁军从美国博士后毕业 他投的第一份简历就是阿联酋的马斯达尔科技学院 马斯达尔是阿联酋在首都阿布扎比 郊区兴建的一座环保城市 完全是依靠新能源供电 我喜欢探奇 我喜欢接触一下比较新的东西 我主要是研究能源科学研究 所以我觉得马斯达尔学院给我们赵的教授 非常好的一个待遇 然后也非常好的一个知识条件 教学科研之余 张铁军还成立了一个阿布群英会 把活跃在当地的各个领域的华人科学家 教授专业人士聚集起来 定期举办交流沙龙 并帮助一些中国企业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上周通过阿联酋 阿布扎比王储默和莫德访华 马斯达尔科技学院已经和中国清华大学达成了合作协议 张铁军说 自己会继续专注教学科研 争取为两国人才交流做出更多的贡献 事件在转向北美洲的特利尼达和多巴哥 我来给您看一张合影 画面中间 这位老奶奶名字叫做瓦勒里 今年68岁 曾经是一名重症患者 而就在前不久 一台超高难度的手术之后 她的病奇迹般的好了 而站在她右边的这位男士 就是手术的主刀医生 李锦平 今年47岁 辽宁人 李医生是中国第三批原特利尼达和多巴哥医疗队里的神经外科医生 虽然到这里还不到半年 但是由于他医术高明 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 而这位老奶奶的病 就是李医生当初到特利尼达和多巴哥遇到的第一个大挑战 老人患有右侧巨大听神经瘤 而且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甲抗的病症 手术难度极高 稍不留神 患者很可能在手术台上就起不来了 所以老人是足足等了四个多月 却始终没有当地医生敢为他做手术 怎么办呢 接还是不接 李医生和团队考虑再三 终于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手术在八月份的一天早上开始 李医生在手术台上连续奋战了12个小时 终于成功的切除了肿瘤 之后在医疗队员们悉心的照料之下 刚刚就过了两个星期 老人就痊愈出院了 出院的时候 由于老奶奶说话并不太清楚 于是她在写字板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和你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其实真正让当地患者敬佩的不仅是中国医疗对高超的医术 还有严谨认真的态度 有一回李景平医生给一位患者做开颅手术 收尾阶段 手术室里的医护人员开始逐一的清点医疗器械纱布等等 可就在清点到脑棉片的时候 大家发现少了一片 这要是留在了患者体内 那可不得了 无论如何要找到 但是就这么薄薄的一片 沾上血之后 混在其他的医用废弃物当中 那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这不一会儿 大家就找的是满头大汗 而当地的医护人员 这个时候您知道怎么着吗 早都不见了踪影 休息去了 静静的手术室里 只剩下了病人 李医生 还有两位助手 不过大家始终没有放弃 重新开始了又一轮的搜索 终于他们在一个装废弃物的袋子里面找到了 这简直比发现了一块钻石还让人兴奋 手术室里顿时是爆发出了热烈的患乎声 如今李医生在当地已经做了32例手术 诊治了168位患者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为李医生和这群白衣天使们点赞 实现转向美国 画面上的这位女孩名叫兰可尔是一位加拿大华裔 2003年的2月份 她的尸体被发现在洛杉矶塞西尔酒店楼顶的一个水箱里面 兰可尔去世了 她的父母随后起诉了这家酒店 认为酒店涉嫌责任疏失 那么如今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这些案件有什么进展吗 本月14号 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正式驳回了兰可尔父母的诉讼 您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就是兰可尔失踪之前酒店里的监控录像 画面当中的兰可尔的行为怪异 先是按下了电梯里全部楼层的按钮 接着又像是在和谁玩捉迷藏似的反复进出电梯间 他这一系列不正常的表现曾一度引发了外界对案情的无数猜测 不过兰可尔的验尸官在尸检报告中指出 兰可尔之死是一场意外 导致意外发生的原因是他患有躁郁症 可是警方在此前的调查中曾经强调 不相信兰可尔有精神问题 除此之外 兰可尔是如何进入楼顶水箱的 也是这个案件的一大疑点 因为要进入这个水箱 兰可尔需要爬上一个平台 登上一段梯子 再掀起一个将近20斤的盖子 2013年的9月份 兰可尔的父母一指诉状将塞希尔酒店调上了法庭 认为酒店没有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没有定期检查酒店设施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比如水箱盖上没有锁 不过就在上周一 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 哈姆驳回了兰可尔父母的诉讼 他在一份长达酒页的初步裁决文件当中写道 塞希尔酒店楼顶水箱所在的这个区域 是禁止客人进入的 多年来 这家酒店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案件 也没有人因为水箱受伤 所以酒店无法预见这起意外的发生 再来看马来西亚 画面上这位浑身挂满了奖牌的老大爷 他的名字叫做武朝圣 今年80岁 前不久 他在芬兰的世界速将举重大赛上 夺得了80到84岁年龄组 69公斤级的冠军 说起武大爷 他可算得上是一位长胜将军了 在2011年到2013年期间 他曾连续三年蝉联这个比赛的冠军 你看 这是武大爷年轻的时候 体格非常的健壮 武大爷23岁的时候参了军 在部队接受了专门的体育训练 之后一直服役到49岁才退伍 退伍之后 武朝圣受邀出任马来西亚国家举重队教练 两次带队出征奥运会 然而就在这个期间 他报时报应 过度饮久 60多岁的时候 体重曾一度飙升到了将近200斤 还患上了心脏病 武老在67岁那年接受了心脏手术 那次他开始反省自己 并在手术后的六周就开始做复健运动 从此 武老比过去更加注重身体健康 每天要做1200次腹部运动 再做近500次蹲矩 就这样 他又重新回到了举重赛场 现在武老的体重基本上是维持在不到140斤的这样一个水平 他说老年人必须保持运动 才能够维持健康的体魄 明年四月份 武老还要去东京参加剧众比赛 他说自己有信心 再次夺冠 实现在转向加拿大 正在说话的这个男孩呢 他的名字叫做德雷克里 是一名加拿大哈尔加利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大三学生 他口中所说的这个车啊 你看 就是画面上的这辆太阳能汽车 车身顶部装满了太阳能电池板 车体呢是由碳纤维复合型材料制造 整个车子总重量只有286公斤 相当于一辆普通小轿车五分之一的重量 而德雷克里呢 就是这款太阳能汽车研发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他说在他的团队里还有不少华裔学生 前不久 小李他们把这辆太阳能汽车呢 开到了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街头 参加一个推广活动 汽车炫酷的造型 引发了很多市民驻足为观 小李说 这辆太阳能汽车呢 是卡尔加利大学十年来研发出的第四辆太阳能汽车 学校希望他们在研发过程当中 能够充分地认识到可持续能源的重要性 实现在转向南苏丹 在南苏丹前不久呢 举行了一场中国功夫秀 中国功夫 还有非洲歌舞 为了庆祝中肯建交52周年 中国和肯尼亚的维和官兵一起组织了这场庆祝活动 当天战士们一起修缮了这个位于中国营区东南角的特色港哨 中肯友谊港 那之所以呢叫这样的一个名字那是因为肯尼亚少兵一直担负着中国维和医疗队的警戒防卫任务可以说这个港哨见证了中肯两国维和官兵的身后友谊 视线在转向美国 这里是位于纽约华部的一家福建老人中心 你看这些坏掉的麻将机还有被撬开锁的抽屉 这是遭劫了吗 他说因为华裔里有毒品有枪谁把你打烂 原来啊前不久的一天下午这家老人中心的突然冲进来了十几个警察 拿着一张照片让在场的华裔老人指认 问是否在店里看到过这个人 大家都说没看到过 但是呢这些警察却并没有因此离开 而是将所有人都赶到了街上 随后对屋子开始搜查 赵先生说每张麻将桌大概是七百多美元 现在呢九张桌子都已经完全报废了 剩下的麻将桌维修起来还要一大一废用 更过分的是这些警察呢还撬开了收银台的抽屉 取走了放在里面的三百多美元现金 也没有给出任何的收据 事后赵先生越想越气愤 便去纽约市警察局七分局讨一个说法 警方给出的解释是怀疑店内藏有毒品和枪支 然而事发时警方并没有在这家老人中心 搜出任何违禁品 这里有毒品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嘛 他说今天太晚了 你要回去跟你没有关系了 纽约联城公所顾问赵文生表示 虽然警方接到了线报属于奉命执法 但是如此粗暴的执法方式令人质疑 我看他们砸得很厉害 把所有的东西都砸坏了 目前老人中心代表已经与律师会面 律师说警局应该出示搜查令 这样毁坏财务是执法不当 他们将诉诸法律寻求排场 目光再转向澳大利亚 照片上的这位先生的姓严 最近他拿着手里的这张支票 将新南威尔士州澳本市副市长梅耶尔 告上了法庭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严先生从2013年就开始 为梅耶尔开发的一个楼盘做清洁工作 不过如今严先生已经十个多月 没有拿到工资了 前不久严先生以拖欠超过 2.5万澳元工资为由 将副市长梅耶尔告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 严先生拿出了这张写有金额 25500澳元的支票 告诉法官 这张支票是根本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面对拖欠薪水的指控 梅耶尔拒不承认 还扬言说要请律师反诉 要求严先生道歉 并且赔偿自己的名誉损失 其实被告方梅耶尔此前就有很多争议事件 比如为了举行婚礼 以个人名义封锁了整条街道 因为口诀 恐吓要绑架对方的孩子等等 据了解 法官会在2月9号再次审理此案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 视线转向马来西亚 2015年就要过去了 如果让您用一个字来总结即将过去的这一年 您会选什么呢 来看 马来西亚前不久就选出了他们的年度汉字 苦 近日 由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和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联合主办的 2015马来西亚年度汉字评选 在雪兰俄州揭晓 你了解候选的汉字包括贪 捐 捐 乱 税 还有埋等等 而苦字以16%的得票率险胜 贪字 当选2015年马来西亚的年度汉字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的会长方天兴说 苦字的当选说明了民众对于消费税新政策物价飞涨 马币贬值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深感不满 不过他仍然呼吁民众要团结争取 苦尽甘来 据了解全球有七个国家和地区主办年度汉字评选活动 今年台湾地区的年度汉字已经揭晓了 是患字 而日本评选出的是安字 新加坡选出的则是药子 再来看巴西 您现在看到的是前不久在圣保罗州举行的第26届巴西武术锦标赛 来自巴西各地的近500名选手参加了散打 剑术 太极拳 螳螂拳等十多个项目的角逐 画面上的这位女士名叫李武林 今年52岁 打太极拳已经有18个年头了 她在大学里成立了一个中国武术学习中心 每学期都会开设中国武术选修课 太极拳 我们学习很转向健康 我会继续因为我爱 我爱 因为我终于我的热情 据了解目前在巴西武术总会注册的武术爱好者已经有五六万人了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在美国洛杉矶有一位华裔母亲 她的两个女儿都非常的优秀 一位是首位登上了洛杉矶玫瑰花车游行的华裔玫瑰公主 一位是绘画设计艺术家 那么这位母亲有什么特别的教育方法吗 好 走进今天的华人故事 2015年1月1日 年仅17岁的华裔女孩少侠 从700多名高中女生当中 凭借着甜美的笑容 优秀的学业和出色的音乐才华 被评选为美国洛杉矶 帕萨迪娜市第126届玫瑰花车游行的玫瑰公主 这是美国最盛大的新年性的活动之一 每年都要挑选出七名优秀的妙龄女孩子 担当玫瑰公主 而少侠成为了首个登上玫瑰花车的大陆花园 今年3月 她还成功的被美国住民的卧顿商学院录取 而她的姐姐少金 是美国范德堡大学艺术系的学生 她的绘画作品获得过洛杉矶奥林匹克艺术竞赛的一等奖 那么这两个如此优秀的女孩子背后 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那就是她们的妈妈 乌兰 这个专家告诉我呀 有一个沟通的技巧叫情绪处理的ADC理论 前不久 乌兰的自传《为爱加冕》 在中国多个城市召开了新书发布会 她在书中分享了自己教育孩子的经验 吸引了很多中国家长前来咨询 那么乌兰的教育方式有什么特别呢 在孩子上初中到高中三年级之前 我们都每周有一个会 每周有一个会的想法呢 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时间 大家把这一周啊 做的怎么样都总结一下 所以呢 常常就是我们周六或者周日 有空的时候 全家人就一起吃个饭早餐 比如说 然后呢 互相就是讨论一下 这一周发生的事情 哪一些做得不错 可以改进的又有哪一些 所以呢 那个时候女儿常常就是 很渴望我们去给她表扬 然后呢 又很渴望批评我们 乌兰说 哪怕是孩子有了很小的进步 也要及时的给予孩子们肯定 这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自信 但是作为家长 面对孩子的批评 有时候甚至要向孩子认错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记得也有一次 我的小女儿跟我讲 她说 这个 我这个学期 要选什么样的课 高中的时候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你为什么是要这样选择呢 为什么你不选你 这个比较擅长的课 要拿这么难的课 我的女儿就满脸的不屑对我 她说 你什么都不懂 你看 谁谁的妈妈 就对这方面特别的明白 她可以指导她的女儿 做最好的选择 而你什么都不懂 女儿的一席话 让乌兰无言以对 面对孩子的当面指责 乌兰的心里既生气又难过 可是细想 孩子说的也有道理 乌兰只能承认自己的不足 我知道我真的不懂 因为在美国的很多课业的选择上 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 经历过这种学校的学习 所以确实是不大动 我不能责怪我的女儿 说你为什么用这样的语气 跟你的妈妈说话 所以我想了想说 OK 这一部分确实妈妈做的不到 可是我很想跟其他的妈妈一起学习 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妈妈 我要跟她一起去吃个早餐 然后我来让她帮我分析一下 像你这种情况这样选课可不可以 你觉得行不行 乌兰的做法赢得了女儿的尊重和赞赏 也让母女间的感情变得更加的深厚 乌兰在书中把自己的教育理念 用这些小故事的形式讲给中国的家长 那么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她是一个全职的母亲吗 乌兰是美国最大的中文广播 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持人 也是一位旅美的华裔作家 她祖籍内蒙古 1994年乌兰和丈夫邵文来到了美国 1996年生下了大女儿邵金 四年生下了二女儿邵侠 实际上培养出两个优秀的女儿 乌兰做的更多的是发现孩子的天赋 我记得就是在四岁的时候 有一次她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就爱表演了 有的时候拿着一个东西就像麦克风 她就学人家在唱歌 那有一个晚上我带她出去散步 在家门口的时候呢 她就在那个院子里 东张西望的哼很多的歌 我说这样好了 妈妈陪你那个主持一个音乐会啊 你来唱歌我帮你报幕好不好 乌兰为了逗少侠开心 就在自家的院子里为四岁的少侠报幕 竟然发现了孩子具有非同寻常的舞台表现语 其实我还是很随意的 像开玩笑一样 可是我发现她并不随意 她很认真的站在这个台阶上 还给大家鞠躬 手里还拿起一个麦克风 假装的麦克风 是个空手 空手道 就开始唱 常回家看看 我看了以后我心里很感动 为了让女儿能够学习音乐 乌兰为孩子们请了钢琴老师 长大之后 大女儿少京渐渐对绘画产生了兴趣 小女儿少侠则开始对创作歌曲感兴趣 在大多数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在上学的年纪 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创作音乐的时候 乌兰却送给了女儿一个特别的礼物 我就单独拿出一个平时不大用的房间 比较安静的房间就给她来做录音棚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说今天妈妈要送你一个礼物 因为她太喜欢唱歌了 所以她看到以后很激动 抱着我说 Thank you mom 又轻又搂的 现在17岁的少侠已经在网络上有着上万名的歌迷 他参加过洛杉矶星光灿烂歌手大赛 得过乐冠军 也参加过水利方碑海外华语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 获得过季军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没有想到她的今天会是这样的一种快乐的唱歌的状态 但是我也的确是想到了 如果我没有这样做 那么有可能孩子今天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歌的女孩 所以我认为所有的父母都应该为自己的孩子设计一个大的平台 做孩子的贵人 要相信她 知道她有一天会成功 我来说 少侠能够被选上玫瑰公主 她的学业成绩 她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只是部分的原因 在美国 人们更重视的是青少年对公益事业的关心 我来说 为了培养两个孩子的公益之心 有时她甚至会牺牲掉自己的事业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年的暑假 因为每一年暑假在美国特别长 都是三个月 这三个月有的时候 我的朋友会找不到我在洛杉矶 你哪去了 怎么都不见了 这三个月 我都告诉他们 我在中国陪着孩子 孩子都在山东 老家在山东 所以暑假的时候 他们就回到山东来 我们在山东当地找一些学生 学校可以让孩子做英文老师 然后他们在做英文老师的时候 也可以跟当地的孩子学中文 所以这种教学相长的过程 也是一个奉献自己的才华 给这个社会的过程 主持是乌兰热爱的事业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 当工作与照顾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 她会毫不犹豫地放下工作 选择孩子 她说 正是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和引导 才有两个女儿 如今开朗的性格和成功的人生起步 预约收看再现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